这个媒体啊也都是挺有良心的 比如说南方都市报 这个就挺有良心的 他在追问说新冠以内遗管违反防疫的个案要纠错吗 这里面最 好像最典型的就是那个黑伦江隋化地区 有兄弟两个人司机 说他俩感染了180多个人 被判了四年吗 两兄弟 可是他俩是不是就他俩传的 这个事能说的这么清楚吗 这个事 就是算他俩传的 就要判四年吗 这个都是个问题 假如要判四年 这个以内假管的时候就判四年 以内遗管的时候呢 就变成了一种 比如说就现在好像要医生带病检查工作 那有一个报道说医生都烧过三次 假如说烧了三次是传染三次的话 他不被判三回吗 谁能宣布这个以内假管 以内遗管这个东西 要不要一个司法复合一下 或者人大给授权一下 要不然的话这个社会还得了啊 有人出来就以内假管了 又搞一次以内假管 等一会又以内遗管了 你这吃了消吗 我们也不知道以内假管会坐牢啊 在里面 说以内遗管要被鼓励了 这个 这个人质的明显太太 太明显了 这个有一点呢 啊 这个可能是这个媒体们要追问的 只不过他们没有我这个 初二不准失业农民工 敢说话而已 这个人质的明显太太